現在我們見到兩位入到來四強的運動員 印尼的阿迪娜將會對馬來西亞的謝美蘭 剛剛這一位就是阿迪娜 現在他們仍然都還在進行熱身 在這個時間所做的熱身 其實我們都看到不是很長時間 對於運動員來說有些甚麼幫助 其實這個熱身在比較高水平的運動員來說 其實他們最主要不是用來熱身 那個熱身他們會在上去球道之前做了 而他們最主要要做一件事 就是剛剛你剛才也有說過 其實是剛剛落完油的 落完油其實他們那些球 究竟落過那條球道的時候的反應又如何 他們就借這幾分鐘去試一下那個反應 然後一開球之前就會立即做調教 不過這個就絕對很講比賽經驗 是啊 不過在亞洲區其實都挺專業的 所以他們的教練其實是會教他們的球員 如何去做這個準備 現在亦都見到畫面正式出來 就是將會由印尼的亞迪娜 和馬來西亞的謝美蘭爭上線的決賽席位 譬如我們有時 因為我們每次都是跟大家看正式的比賽 但是在比賽之前很多時的運動員 究竟他們練了多久 或者可能相對參加一些 細規模的比賽都參加了很多次 我們都不得而知 但去到這樣的層面 譬如運動員上場 其實是否已經很清晰知道現場的環境 他應該做甚麼的適應 做甚麼調整 還是有些運動員 其實可以說得難聽一點 可能上去還好像一球雲一樣 有的 但如果譬如是國家隊派出來的球員 他們的亞洲巡迴賽 會在他們的公開賽之後去做 其實公開賽已經一個星期 他們已經熟習了所有的環境 所以如果譬如說國家隊那些 其實他們已經很熟習 知道怎樣做了 所以很多時我們有機會見到 就是有時說運動員的經驗很少 但上場其實那個感覺 他們都很老練 很熟悉了比賽的形式 我想其中一個原因 其實是因為亞洲巡迴賽 其實都做了很多年 而且在亞洲都挺蓬勃 所以不同的國家 現在派過很多不同的球手出來 他們都已經開始熟習了 其實這個制式去打 因為運動員其實都是 很多時候去參加很多不同的比賽 所以都很熟悉了 所以一起拍張合照先 在正式比賽開始之前 馬來西亞運動員謝美蘭 金面三十歲的運動員 你會見到 首先左邊球員會打一格 然後到右邊球員 就會在右邊球打一格 再打左邊球打一格 這會是連續打兩格的 所以現在都看到很清晰 就是印尼的阿迪拿會首先開球 這一場就是上線的準決賽 印尼的阿迪拿對馬來西亞的謝美蘭 這球入閣很漂亮 入閣其實我們打了保齡球的時候 保齡球看到它會斜線進去球平那邊 那個角度通常最好是四度到六度 剛剛打了傳眾的阿迪拿 就先拿了三十分落袋 謝美蘭 謝美蘭你見到那個入閣其實跟之前印尼那位球手一樣 但是他用的線道 你見到是偏右一點和直一點 究竟怎樣去選擇 究竟他們去打那個線道 究竟是直一點 還是會斜線出去回來呢 很視乎那個球手自己的打法 以及他正在用的球 因為你見到他們通常有很多種不同的球 在那裡 那麼他自己去選擇 如果比較弧度多些 那麼他需要打斜線出去 如果他想直一點的話 那麼他就會動得少一點的球 謝美蘭現在打他第二格球 這球他有一點失誤了 那就是他出手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做得那麼好 你見到那個球 入閣的時候回來是不夠了 但是呢 都還可以傳中 那個感覺暫時就不錯 謝美蘭打了兩格 拿了六十分 嗯 這個球已經是走得多了 你看到呢 他已經是打不到三五平了 所以呢 第一球球 是打了七支 那他剩下三六十三支平 那這三支平通常的打法呢 就會是由左邊 拉一條斜線去右邊去打的 那這個保重率是會比較高一點的 你看到他有一點零頭呢 就是其實他那個落位 比較有一點偏差了 不過但是他幸運都可以打到保重 保到呢 就拿了十七分 阿迪娜 那就是說暫時打了兩格 阿迪娜有四十七分 謝美蘭有六十分 謝美蘭有六十分 如果大家聽到我還是否聽到 那她是否聽到我還是不 那她是否聽到 那她是否聽到她是否聽到 她是否聽到她是否聽到 她是否聽到她是否聽到 如果看回剛才剛才 剛才之前呢 她似乎可能 是在剛才這條球道呢 她會打得好些 她的調節做得好些 她的調節做得好些 所以見到呢 在這條球道她是有傳中 阿迪娜暫時打了三格 有七十七分 謝美蘭打第三格 看看謝美蘭打成怎樣 有一點點厚了 她放的位置呢 其實她放得比較左一點 所以你看到 那波埋娜暫時 其實是已經厚了 有一點點厚了 好 好 看看謝美蘭能否打到這個 保重 如果可以成功保重 取得十九分 我們看看那個分數 現在是 阿迪娜就是七十七 而謝美蘭呢 剛剛她保重到 拿了十九分 所以現在是七十九分 其實大家也有一格 不能夠打到傳中 所以分數現在暫時都挺接近 謝美蘭領先兩分 是的 對 這球也有厚了 不過幸好 謝美蘭再多拿三十分 現在就去到一零九了 打了四格球 我相信謝美蘭需要 穩定自己多一點 才要鎮定一點 應該要鎮定一點 確定馬來西亞教育隊 會給她一些提示 對 那在後面其實通常 現在這個時間 譬如謝美蘭這樣 她後面的教練 應該是會有些提點給她 這個其實犯了錯 差不多已經去到一二位了 不過也有傳中 也不要緊 最緊要都是看下 拿到多少分 去到第四格又是拿三十分 阿迪 其實這個新的賽制 會打傳中的分數其實很高 因為現在打完傳中 其實已經有三十分 那舊那種賽制 是要視乎打完傳中之後 加之後那兩格 即是兩球的分 所以以前舊的計分 我也覺得真的挺複雜 要真的打慣了 才會認識 我們看看阿迪那些球 九支 九支 為什麼會九支 其實如果看到重播的話 你看到那個入角是差了一點 所以漏了一支十號平 其實運動員有正式接受訓練 就會很知道怎樣去打 但我們一般很外行 其實那些輕微的角度 是怎樣去調整的呢 如果你留意到 其實那個坐跑道 是會有些板的 那些文的板 其實是幫助去入角的 如果是有經驗的球員 就會懂得站不同的板去做調整 阿迪那補島又是拿十九分 在第五格 說回剛才說的那個新賽制 球賽制 其實現在這個新賽制 是未完全在亞洲區用完 我們是今年 亞洲區 就選擇了在重播賽中去試用 那新賽制 就是傳種很重要 因為每一個傳種只有三十分 是啊 一沒有傳種 其實就算你拿到盡 也只有十九分 這球我相信其實謝美蘭做了一些調節 你看到他有傳種 再打到傳種謝美蘭 現在分數帶開了十三分 他就一三九 至於亞迪那就一二六 大概差十三分 其實如果打到一個傳種已經可以拉高很多 我可以犯超前 沒錯 因為現在傳種的數字很接近 亞迪那有三次 謝美蘭有四次 謝美蘭打第六格 好 好險 這球他也是很幸運 這球有幾個球員 今天 Kim Balabi 前面那些幸運 在十四次 不過很多時候 如果球員還夠可以打的時候 就是那個 比較放鬆一點的時候 很多時候可能他入角差一點 我們看就叫做好彩 但是對於球員來說 是不是真的都有點要靠運氣 他… 當然是的 因為如果那個入角差一點的時候 那就視乎那些屏點去撞跌 哎呀 又是犯錯過 是啊 他打了一個一二五 不過都得到一個傳中 如果是這樣 阿迪那好像真的運氣挺好 是啊 他有幾次 你覺得他在那個角度上 差一點點 但是都打到傳中 第六格大家都傳中之下 就是說仍然都保持著十三分差距 尤其是在這些對打的比賽 一盤過 很多時候那個運氣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阿迪那的第七格 哎呀 還是厚了 其實他應該要做一個調節 但是似乎他沒有做到 所以連續幾球 那個球的入角都是多了 但是這一球就沒有那麼幸運 這一球就剩下兩支要打一個保重了 I've never apologize for Brooklyn strike in my life Thank you I'm in the heat of battle I'm in the heat of battle 好 打了一個保重 成功保到這一格 拿十八分 Av still got the big W next to Norm Dilla Erindua Arty picks up that 6-10 on lane 35 She moves on to 174 And in the 7th runway and she still trails Estara And could be by 25streets c against a strong combination 現在其實謝美蘭已經打第七格了 她之前已經有三個傳中了 對,對上連續三個 謝美蘭自己也有錯誤 做了犯錯,也去了一二位那邊 所以這次是打了九支 看看謝美蘭可不可以補到 如果她打到這球應該有加19分 她應該打完188分 阿迪娜暫時就174 現在這盤球只剩下三格 以這個新賽制來說 這三格其實已經很重要 如果這三格可以打到傳中 很容易已經可以贏得到 對手很難追得回 如果謝美蘭這球可以打到傳中 她又可以拋離了 入角還是差一點 所以又不是九支 是的 通常其實去到現在這個情況之下 有可能是因為那個油 已經在球道上面 帶了去後面 比較乾的位置 我們英文叫做carry down 這種情況會令到入角會少了 那麼球手如果她是察覺得到 她其實即時應該需要做調整 尤其是在循迴賽 循迴賽其實左右兩條球道 開了波之後 慢慢其實那個油的分補 會有分別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其實是 右邊的球道 射燈會射的那邊比較近些 變成那個油的揮發會快些 有些部分可能會乾一些 還有油容易帶去後段 如果有經驗的球手的話 她們是會知道 一感覺到其實有個變化 她馬上要做調整 她們可能是兩格之後 那條球道已經可以打得到傳中 阿迪拉第八格 她真的需要傳中 哇 差很遠 我相信她很緊張 因為我可能 我不認識她的球手 但是似乎她應該是本地的球手 她不是國家隊 所以去到這些情況的時候 避免不到她們會緊張 沒錯 你看到那個犯錯 坐得很厲害 因為她的球本身應該是 在一、三位 但是完全是過了很多左邊 這個補組比較難打 厲害 反而有 厲害 也挺難猜 好 補組在第八格取得十七分 阿迪拉 你看到這個補組需要打的 就是前面那支瓶 是需要飛去右邊那支瓶去打 而球就要去打後面那支瓶 分數 現在阿迪拉就是191分 至於謝美蘭就有207分 剩下兩格而已 對 剛才其實她很幸運 因為她打了一個補組 她現在仍然還有一些機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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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雖然在那個一、三位 那個入角差一點 留了一支十號平 對 這一格她真的想打到全中 對 因為… 對 因為剛才那個補組是很難打的 所以應該是全三大了 但是 都很可惜 不成功 好 她首先現在要打了這個補組 那麼下一格打完全中 那就看看 阿迪美蘭打成怎樣 才知道自己有沒有得贏 嘩 嘩 嘩 好險 是啊 反而 這格下了19分 暫時210分 現在看看謝美蘭 如果她打了全中30分 已經… 差不多可以贏了 之後 現在打了九格阿迪美蘭 就210分 如果謝美蘭這格 全中得30分 會是237分 對 237分 即是欠三分 已經一定可以… 好險 真是打到全中 很漂亮 這些其實是有經驗的球手 他們能夠在這個關鍵時間的時候 她是可以打到全中出來 那這裡呢 謝美蘭 其實已經是有27分領先對手了 嗯 跟著呢 那一球呢 應該都是謝美蘭打的 她要打左邊球 那就是說 如果謝美蘭 其實現在 都應該是打到三 如果打到四支平 其實已經可以贏得到的了 And Is Rafique missed the cut by one pin Yes 9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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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 believe That's the second time in history of the World Cup 那 謝美蘭今年三十歲了 但是她打保齡球的經驗呢 已經是有二十四年了 都幾誇張 是啊 其實她是保齡世家來的 所以其實很小的時候 已經開始打保齡球 也都很年輕 其實已經獲得很多獎項了 那她代表馬來西亞國家隊的經驗 都有十三年了 所以這一個保重都難拒不到 其實她這一場已經是贏了的了 結果謝美蘭就是256分完成 這個分數也是非常高 看看阿迪拉最後這一格 阿迪拉其實自己知道自己輸了 看看她可不可以放鬆自己 打一球更漂亮的傳統 阿迪拉也是過了六 九支 好像真是一般的 一直都 沒關係 她是一個好的經驗 對著求生 對著謝美蘭其實心情都挺難 會不緊張 常一日對手的經驗和往績都是這麼好 可以補到第十格都是拿十九分 最終阿迪拉就是以229分完成比賽 其實分數都不算低 不過當然謝美蘭經驗豐富 所以那個分數高很多 沒錯 謝美蘭今次就是贏了對手整二十七分 她就是256分 至於阿迪拉就是229分 馬來西亞的謝美蘭可以在上線入到決賽了 很快 很快 其實自己負責製走